学英语怎么赢在起点上 你发没发现 同样是小学学几年英语 为啥有的同学呢 他越学越好 从小学到高中 一路往上飙升 而有的同学呢 最多能坚持到初一 有一个小高峰 然后就可以走下坡路 甚至一路签证呢 因为有的同学的基础 就像钢筋睡泥做的柱子一样扎实 而有的呢 就像筛子一样 到处都是漏洞 区别就在这件事情上 家长想要让孩子赢在起点上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忽略了 那就一定要让孩子学好发音 也就是音标和单词拼读 让孩子从小就有能力 看到单词就会拼 能拼读出来 基本上就能写出来 能自行的去积累死灰量 我跟你说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能力 听说读和写 没有他寸步难行 好多孩子 小学明明学的好好的 但是一上到中学就栽根头 就是因为四到六年级这个阶段 很多家长把这件事情给忽略了 或者说压根就不重视这个事情 结果一上中学 好了 考验实例的时候到了 结果回头却发现 基础没打牢 一下就垮掉了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学过翻译 或说基础比较差 那你可以去学下老师完整的翻译科四合一 把这一块赶紧补上 以后你会感谢你现在的选择 好 我是海底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